我的老公袁世成在户外攀岩时,落下山崖,重伤垂死,送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医生说没有什么救治的必要,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我抱着老公残破的身体大哭不止,然后哭着表示不忍心老公在受苦,让医生尽快让他走好。 几个小时之后,我抱着他的骨灰和哭诉,老公啊,我爸爸的万贯家财你还没有骗走,怎么就舍得这么死了呢? 我跟老公是大学同学,他是他们村里唯一的大学生,我相貌平平,他貌似攀岸。 当初他追求我,一堆人问他是不是被使胡了眼睛。 直到结婚时,我家里开着法来历来,借他住进了别墅,同学们才知道袁世成不是傻事鸡贼。 刚结婚那会体检,我查出来子宫发育不全,不能怀孕。 他搂着大哭的我,用温柔的语气跟我说他有我就够了。 我当时感动得一塌糊涂,对袁世成掏心掏肺,要不是我爸还有点心眼,我家那点子家产可能已经一主了。 结婚几年,袁世成对我越发冷淡,甚至知道他在外面包养情人,我都眼只眼闭只眼,谁让我不能生呢? 可是如今袁世成已经死了,那小剑人住的别墅我可得收回来。 我带着搬家公司来到别墅。 好家伙,当初袁世成说不喜欢家里摆的古董字画,说是给我收起来。 原来都收到这里来了,我只会搬家公司把东西都带回去。 别墅太脏不想要了,挂在二手房上出售。 没过多久,袁世成的情人许红竟然找上门来。 看那小区大门口眼圈通红的许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袁世成的情人,长得果然好看,一看就是绿茶表。 千千姐,世成哥在家吗? 之前世成哥借我住的房子门锁被换了,我进不去,现在我还大着肚子,没地方去了。 我看着他挺着个肚子,还能一脸梨花带雨的样子,一脸的羡慕,也不知道他哭的时候为什么不流鼻涕。 不过,你这样站在我家小区外面哭,是想让袁世成回来看到好给我上眼药吗? 门口这会已经没了不少人指指点点了。 哭我也会啊。 我熬的一嗓子就哭了起来,许红妹妹啊,我的面好苦啊。 你是成哥就在几天前扔下我就走了,如今骨头都化成灰了。 我这一嗓子又把不少人吸引了过来。 许红一声尖叫,是成哥怎么可能死? 你一定在骗我。 我歪着脑袋甩了一把鼻涕,看着他发疯,他是我老公,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袁世成死了,警局是有备案的。 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那查一下我看了一眼他的肚子。 我听老公说起你的时候,说你没有男朋友,你这肚子是怎么回事? 旁边有个看热闹的大姐磕着瓜子说道,这不会就是他老公的孩子吧? 我装作没听见。 又说道,对了,当初我老公说你跟他从小一起长大,关系还不错, 让我看在你父母双亡,身世可怜的份上把房子借给你住,这么多年你也从来没给过我房租。 这钱我也好心不打算要了,但是别墅我打算卖了,你得马上搬出去。 那看热闹的大姐又说道,这不会是他老公养的小情人吧? 大姐你真是神助攻,我在心里默默给他点了个赞。 看着许红不说话,只是哭哭啼啼,用手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旁边的大姐一声惊呼,大手一挥把我推到后面,大妹子你退后,她想讹你。 我让那热心的大姐拨打了120,就进了小区。 哼,装病也得给我搬出去,我刚进屋就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话。 千千,听说袁世成死了,是真的吗? 嗯,前几天就火化了。 千千,你可别伤心,爸爸早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死了更好。 我撇着嘴,谢谢爸爸安慰我,爸,之前公司跟国外签的那批要合同要到期了吧。 袁世成既然死了,之后的合同也不用再签了,本来也不是为了赚钱。 爸爸看到我没什么大事,觉得他的安慰起了作用,就挂了电话。 没过一会,小区门内打来电话,苏小姐,门外有一个老太太,说是你的婆婆,你要见一见吗? 从电话中隐隐能听到婆婆大嗓门的叫骂声。 我想了一下,袁世成已经死了,我对他已经没有了赡养的义务,我直接说道,不见。 我电话没电关机了,怪不得没接到他打的电话。 第二天,警方上门找到了我,让我去警局。 苏千千女士,有人控告你谋杀,跟我们走一趟吧。 警官同志,是谁在冤枉我呀? 我有些伤心地问道,先去一趟吧,我们不去冤枉你的。 我屁颠屁颠地跟着警官去了警局。 到了之后,袁世成的妈妈和许红都坐在那里。 他妈看到我就向我冲了过来,张嘴就骂,苏千千,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一定是你害了世成。 我吓得躲到了警官的身后,可怜兮兮地说道,警官同志,你可得保护好我,我婆婆她要打我。 警官同志特别有正义感,他们把我婆婆拉开。 跟我说道,在警局没人会打你。 你先交代一下吧,你婆婆提供了你老公出事时的事故鉴定报告,你老公攀岩时绳索出了问题,他们怀疑你动了手脚。 所以他们提供的证据呢? 我扭头看着警员问道,警员的脸僵了一下,你婆婆说你家的东西平时都是你收拾的,你难道没注意到攀岩省有问题? 看来他是没有证据,我理直气壮地说道,我注意了,没有问题啊,而且我老公每次攀岩之前都会检查设备的安全的。 警员盯着我的眼睛,想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说谎。 确认我没说谎之后,警员又问道,在你老公出事之后给你打了电话求救,你为什么不接? 另一个警员提醒我,苏女士,注意好好回答,如果你没有问题,为什么不接她的电话? 耽误了她的最佳治疗时间,警员目光犀利地盯着我,我觉得如果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她会真的把袁世成的死怀疑到我的头上。 我诚恳地说道,我为什么没有接电话,是因为我着急出门,忘了带电话。 你老老实实地把问题交代清楚,你为什么会出门,为什么出门还不拿电话? 如果我没记错,你家里是有保姆的,为什么电话放在家里,保姆怎么不接电话? 我转头看了看婆婆,我为什么要出门得问我的婆婆呀? 我婆婆脸色突然变了一下,看来她也想起来了,警员瞪了我一眼,好好回答问题。 我老老实实地说道,出事的头一天,我婆婆说她心口疼住院了,跟我老公说想喝我亲手包的汤,她出事之前还给我打电话,让我尽快送去。 我急匆匆地出门,就忘记了带手机了。 警员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情况,她见我婆婆也没反驳知道应该是真的。 她同情地看了一眼脸色苍白的婆婆,那你家保姆为什么没接电话? 张嫂之前替我老公接过一个电话,好像是许小姐打的,袁世诚把她大骂了一通,警告她以后不要随便接别人电话。 张嫂从那以后就不再接电话了,这次轮到许红变得脸色苍白了,事情都交代清楚了,一切跟我没有关系。 袁世诚妈妈还要上来抓我,一边撒泼一边大哭,苏千千,你个没良心的,我们对你那么好。 你袁世诚最后一面都不让我们见了。 妈,你不知道世诚当时的样子实在是太惨了,浑身没有一处好地方,脖梗都变形了,我看着心里都害怕,你的身体可一直都不好。 前几天,你还因为心脏不是住院了我要是告诉你,你心脏病发作一下子过去了,那我不是更不笑了吗? 袁世诚妈妈让我噎了一下,又疯狂地向我扑了过来,嘴里大声骂着,你这个小贱人竟然咒我死。 被警员拦住了,警员警告了他,如果再惹事就会被拘留,他才消停了。 我躲在警员的身后冲许红说道,许小姐,房子我已经挂在二手交易市场了,你搬出去了吗? 阿姨许红眼泪汪汪地看向袁世诚妈妈,袁世诚妈妈像母鸡护着小崽子一样,把许红护到了身后,红着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你凭什么把许红撵了出来? 当初可是世诚同意他住进去的,我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那,世诚死了,我这心里难受啊,所有跟他有关的东西我都要处理掉了。 不然整天看着我怕自己受不住啊,我哭得可比许红成心多了,鼻涕眼泪都往外流。 许小姐,明天你就搬出去吧,这房子刚才还有人联系我,我不想触景生情了。 袁世诚的妈妈气得指着我半天没有说话,阿姨我肚子里可是是诚哥的孩子。 许红泪汪汪汪地看着袁世诚的妈妈,终于不装了。 我瞪大了眼睛,好像被这个消息震惊到了一样,我哆嗦着手指向他,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我肚子里怀了是诚哥的孩子。 许红理直气壮地说着,还顺便白了我一眼。 我气得脸色都变了,你们这对狗男女,竟然背着我,做出这样的事。 我转头看向袁世诚他妈大喊,你早就知道对不对。 袁世诚他妈拍了拍许红的后背安抚他,我知道又怎么样。 你这个不下单的母鸡跟世诚结婚快五年了,也没给我们老袁家生下个一二半女,是我们世诚好心,换了我,早就凶了你了。 好好好,你们欺人太甚。 我气得眼睛都红了。 袁世诚妈妈拉着许红的手揉声说道,小红你别怕,你就住到我那里,正好你离生产没几个月了,我给你伺候月子。 他拉着许红看都没看我一眼就离开了,整个警局的人都在看着我们,估计他们就会吃瓜也吃撑了。 我露出了一个难看的微笑,上了自己的车后,我笑得开心极了。 袁家老太太,你莫不是忘了,你住的房子可是我爸爸的。 回到家后,我开心地听着音乐唱着歌,真是想不明白,自己当初怎么会为了个渣男。 把日子过得那么惨着大别墅,自己住着不香了。 我正在泡澡,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爸爸又打来电话,我刚接起来,一阵大嗓门的声音传了出来, 倩倩,你没事吧,我听说袁家那个老太太居然去警局告你了。 我没事儿,爸爸放心,他儿子也不是我害的。 我早说了,那袁世成就不是个好东西。 当初你们结婚之前,我逼着他签了一份婚前财产公证,怕你不高兴一直没告诉你。 你现在能用上吗? 我让人给你送去。 我开心地答应了下来。 还是爸爸想得周到。 其实没有这个财产公证,我也能让袁世成的妈妈讨不到好处。 既然有了这个,那就更好办了。 没过一会,司机送来了一个文件袋,我看了一眼。 联系律师,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分的。 主要目的是让那个老太太从房子里滚蛋。 没过一会,袁家老太太果然打过来了电话。 不过我没接,就会不大想跟他说话。 第二天一早,我刚刚起床,小区门口门卫又打来电话。 苏小姐,之前那个自称是你婆婆的人,又带着那个大肚子的女人来了,吵着要叫你,你看见吗? 我答应了一声,收拾好后来到了大门口。 我四下看了一圈,上次那个热心的大姐居然不在,太可惜了。 袁世成他妈见到我就上前抓我,苏千千,你这个小贱人,我可是你的婆婆。 你竟然让人去我家,让我离开。 这房子当初是侍承给我的。 我见到他被门为保安拦住,我站在安全地方才开口说道, 阿姨,有一点你搞错了,你儿子死了。 我已经没有赡养婆婆的义务了,而且昨天你还让人把我带到警局,你不是跟人说我是不下蛋的母鸡吗? 你的儿媳妇在你身边,她肚子里还有你们袁家的命根子呢? 周围的声音议论纷纷。 袁世成他妈可不管那些,听命撕扯着拦着他上前的保安口中骂道, 我儿子跟你结婚五年,你们住的这别墅,我住的房子,可都是你们婚后买的, 你别欺负我是老太太,以为我不懂这些。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倒先找人要把我赶走。 我说你不下蛋说错了吗? 五年了,你也没给世成生下一儿伴侣。 我说你几句怎么了? 我看了看被抓的身上脸上都是抓痕的保安,有些担心他们,也不知道拦不拦得住。 早知道就不应该出来,我又往后退了两步, 阿姨,你要知道,当初袁世成可是入赘到我家来的。 别说我没生孩子,就是我生了孩子,那孩子也是姓苏不姓然的。 你胡说?谁说我儿子是入赘的? 我儿子可是九八五顶尖大学毕业的,怎么会入赘? 这时,我看见上次那个热心的大姐从远处跑了过来,我远忙招了招手, 大姐,我给你留了好位置。 大姐不费吹灰之力地挤了进来,我又退后两步,看着身前身材结实的大姐, 我觉得比拉着袁世成妈妈的两个弱姬保安安全多了。 瞬间安全感爆棚,我觉得我又可以了。 当初结婚之前,我爸爸可是跟袁世成签了婚前财产公正的,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我怕大姐跟不上节奏,小声地又给她捋了一遍。 可惜大姐估计刚才来得太匆忙,瓜子都没有带过来。 你们这两个必吃。 上次我看这个女人就不像的好东西,果然是给人家当小三的。 这老太太竟然像着小三不像着自己的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好货。 大姐还是这么给力。 许红拉了拉袁世成妈妈的衣服,估计上次吃过大姐的亏,看到就有点害怕。 袁世成他妈也是个欺软怕硬的,看了看大姐的身板子, 指着我,拧拧了半天,也没敢再多说话。 两人居然就这么离开了。 大姐好不容易来一趟,还没怎么尽兴就结束了, 临走的时候还恋恋不舍地跟我说, 下次有这事就去前面的超市找她,她一定道。 没过几天,我收到了法院传来的律师函, 这两人竟然把我告上了法庭。 难道我上次还没有说清楚吗? 等到开庭的时候,我来到了法庭。 苏女士,原告方要求分割她儿子留下的遗产。 法官大人,您可能不知道,我老公是入坠到我家, 当时除了来了个人,换洗衣服都没戴一件。 他哪来的遗产? 你胡说我儿子怎么会入坠, 而且你们结婚之后买了别墅, 还有我住的二百坪的大坪层, 我是他妈,也有继承权。 袁世成他妈还是那么的胡搅蛮缠。 我之前就说过了, 这两个房子都是我爸爸买的, 我们也只有居住权。 我在心里又给爸爸点个赞, 爸爸一直觉得袁世成不是好东西, 当初买房子死活不肯写我的名字, 果然就应该听听老人言。 我拿出来两个房产证, 交了上去。 法官看了手里的房产证, 看向袁世成他妈。 这个房子确实不是袁世成夫妻所有。 这不可能, 我儿子之前可跟我说了, 这别墅就是他们的。 袁世成妈妈大声尖叫着, 就要往法官的位置冲过去。 法院的法警连忙上前拦住他。 法官让人把房产证递给袁世成他妈, 他二人看过之后还是一脸不可置信的连生执教不可能。 我估计袁世成这几年在他们面前没少吹牛, 要不这两人不会连证据都没有就赶上法院。 袁世成他妈面色变换不停, 他突然大叫, 我儿媳妇名下还有股份, 那也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我听完憋着笑, 面上露出伤心欲绝的神色, 妈,你是不是疯了? 我还没死呢? 再说, 我爸当初在我们结婚之前, 让袁世成签了婚前财产公证。 就算我死了, 财产不会是你继承的。 袁世成他妈这时也反应过来, 他面色有些善善的, 我, 我老糊涂了。 他平时估计都把我的东西, 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 所以才会在法院说出这样荒谬的话来。 法官估计这时也有些反他了, 这老太太完全没有证据, 就是在这虎脚蛮缠。 他开口问道, 你还有什么问题? 袁世成他妈想了想, 我儿子跟他结婚五年, 这些年也有不少钱, 我知道他还有一张卡, 我想要分在卡里的钱。 而且, 许红肚子里还有我儿子的孩子, 我要多得一份。 我这时真诚地看着他, 阿姨, 袁世成自从跟我结婚, 我每个月都会给他五万块钱的零花钱。 现在五年了, 估计他也存了几百万, 你要这个钱, 就直接跟我说, 还来什么法院? 尽给法官添麻烦。 我伸手从包里掏出来一张卡, 让人交给他。 这个卡是当时警方给我的一张, 遗物。 从他出事之后, 我就没有动过。 袁世成死了, 我也就不追经了。 你跟许红以后带着个孩子, 估计也不容易这钱, 我就不跟你们平分了, 都给你吧。 袁世成妈妈满脸狐疑地看向我, 好像在想我会这么好心。 我立马小白花上线, 眼睛通红, 有些忧愿地看着他, 这些年你三天两头生定, 是我整天一不解代地伺候你, 你怎么还能怀疑我? 估计他这时也想起了他自己做的那些恶心事, 打消了对我的怀疑。 回到家之后, 不出意料, 接到了袁世成他妈的电话, 他在那边扯着嗓子吼道, 苏千千你个贱人。 这卡里只有一万块, 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吗? 我把电话放远了一些, 掏了掏耳朵, 这卡从袁世成出世之后我可没动过, 你可以去银行查一下交易记录, 看看这卡里的钱到底哪去了, 我还记得我给袁世成他妈卡的时候。 许红脸上阴晴不定的神色, 估计袁世成卡里的钱都给他了。 我倒想看看袁世成他妈会不会因为这事, 跟他的心儿媳妇闹矛盾。 可惜听说他们后来回了乡下生活, 估计两人手里都还有一些钱, 袁世成妈妈还有养老保险, 以后只要不大肆挥霍, 生活应该还不成问题的。 两个月后, 许红和袁世成他妈又跑到小区门口找我, 袁世成他妈看到我撕心裂肺地喊着, 牵牵啊, 之前都是我的错, 你救救世成的孩子吧。 许红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一个劲地给我磕头, 牵牵姐, 世成哥的孩子跟他一样 有一传罕见性肌无力病, 而且非常严重。 可是现在特效药买不到了, 之前你家的药厂一直有特效药的。 你救救他吧, 我求求你了。 我沉默片刻问道, 孩子现在什么症状。 孩子出生就吞咽困难呼吸困难, 医生说心脏还有早摔情况。 如果没有特效药, 孩子可能活不过一个星期。 许红哭得格外的伤心。 我没吭声, 打了个电话给爸爸。 喂, 千千, 想爸爸了吗? 爸爸的大嗓门传了过来。 嗯, 爸爸, 之前为袁世成投资进口的那批药, 公司还有代理吗? 你还提那个死人干嘛? 千千, 以后爸爸一定给你找个更好的。 我有些无奈地问道, 爸爸, 那个进口药的合同, 你继续代理了吗? 没有啊。 当初就是为了他才代理的那个药, 我们又不赚钱。 他都死了, 代理到期就没有续约了。 那现在工厂还有药吗? 没过一会, 爸爸就回了电话, 这个药一直都是赔钱, 现在没用了, 工厂根本没有留药。 我挂了电话, 看向许红。 你也听到了, 我家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特效药的代理权了, 而且也没有药了。 苏小姐, 我求你了, 你救救孩子吧, 一切都是我的错, 跟孩子没有关系啊。 许红哭的剃泪横流, 虽然他这个人不怎么样, 但做妈妈看上去应该还算合格。 你以为我不想救吗? 现在我也就不了他。 当初刚跟袁世成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有遗传性的肌无力综合症。 经过检查他这种肌无力非常罕见, 他当时的症状比较轻, 只是偶尔会心慌, 不能剧烈运动。 所以, 包括他自己都没太在意。 我还对医生了解到, 这种罕见的肌无力症状是从出生就有。 有些严重的刚出生就伴有呼吸困难, 不能跑, 不能跳, 甚至早早就会夭折。 而且, 这病还具有一定的遗传性。 我听说, 当年他的父亲就是呼吸困难引发的心脏早衰, 早早就去世的。 我去国外寻找很久, 终于在一个有名的科研工作室, 到了专制这种疾病的特效药, 一直给袁世成服用。 这个药进价非常昂贵, 需要的人却非常少, 当初代理这个药完全就是为了袁世成的身体。 我子宫发育不全, 一直不能怀孕, 我也从来没想过遗传的问题。 从袁世成死后, 我爸爸就没有再继续签这个药的代理权了。 我怎么知道他还会有个私生子? 我眼圈通红地说道, 千千姐, 求求你, 能不能再拿到代理权? 孩子是无辜的呀。 许红崩溃得大哭, 你以为药品代理很容易? 从检验到进口, 没有个半年是牵不下来的。 那, 可不可以先给孩子买一点? 袁世成他妈有些六神无主地说道, 你以为是要防卖药吗? 我的孩子啊, 许红撕心裂肺地哭着, 袁世成他妈还向上前在求求我。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当初我也没有想到他的孩子真的会遗传上, 而且还是最重的那种病症。 我没有再管他们的哭闹, 直接回了别墅。 听说不久之后, 二人花了很多钱, 孩子还是没有保住, 我盯着手里空空的药瓶发呆。 当初袁世成跟我结婚之后, 对我就没有热恋时候那么好了。 他总是用我不能生孩子的事打击我, 让我越来越自卑。 刚结婚不久他妈妈就住进了我们这个别墅。 那时他妈妈总是看我不顺眼, 有时没事就会找我麻烦, 家里明明有保姆, 他却总是让我亲自下厨给他做饭。 有一次我爸爸看到他在指使我做事, 爸爸很生气把他赶了出去。 袁世成知道我爸爸不会同意, 再让妈妈回来一起住, 就又想办法跟我哭诉他妈妈一个人带他长大多么的不容易, 我被他磨得没有办法, 只能把爸爸名下的另一套房子送给他居住。 后来他又跟我要了一个别墅, 说是给老家里一起长大的老乡住, 他现在过得过了, 也想帮他一把。 他甚至没有告诉我, 他的老乡是个女人, 我就这样任劳任怨地被他欺骗着, 就算有时他露出破绽, 我也会为他找到借口。 结婚五年, 我经常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发呆, 不能生孩子是我一生最大的痛, 我长得不好看, 又不能生孩子。 这两年袁世诚对我越发的冷淡了, 他跟我说, 这样的我, 就算有钱又怎样。 有一天, 袁世诚在洗澡。 手机传来一阵微信的消息声, 我看了一眼, 是一串数字, 我看到好几次这个头像给他发数字了, 等他回来使我, 你问他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他不耐烦地跟我说, 是电脑软件用的数据, 说了我也不懂。 我一时好奇, 就偷偷跟着他后面来到了书房, 门没有关眼。 我顺着门缝, 看到他拿起了一本书。 次日清晨, 袁世诚去上班, 我独自来到了书房, 拿起他经常翻看的一本书, 书的边缘都已经有一些破损了。 我打开书, 想着昨天看到的数字, 胡乱地就对照了起来。 慢慢地, 我发现我好像找到了规律, 竟然真的破译了这组数字。 你什么时候弄死他? 我看着纸上破译出来的文字久久不语, 会不会是我弄错了? 晚上趁袁世诚去洗澡, 我打开他的手机。 他为了显示 对我没有隐瞒手机的密码 一直用的我的生日, 我用手机拍下了这个头像 给他发的所有数字。 第二天, 我迫不及待地来到书房, 拿起那本书, 按着昨天的规则一一对照。 苏千千的体检报告做好了, 先弄死他爸爸, 等他接受了遗产再对付他。 士诚哥, 我想你了。 随着手里破译出来的文字越来越多, 我的心就越来越冷。 我慢慢地从文字中拼凑出来 所有事情的真相。 我的老公袁世诚 跟一个叫许红的是青梅竹马, 他设计了我想得到我家的大笔遗产。 为了让许红放心, 他竟然做了一份假的体检报告, 就是说我的子宫是没问题的。 他竟然对我撒下如此弥天大谎, 还用这件事不停刺激我。 他想先杀了我爸爸, 等我继承了遗产之后再对付我。 我心里生起的怒火几乎把自己点燃。 袁世诚, 你吃我家的, 喝我家的。 精神上一直哲乳我, 现在还想要杀了我和爸爸。 这么多年, 我被袁世诚牵着鼻子走, 如今对他的感情变成恨意, 我觉得自己的智商终于回归了。 智商上线后, 一个方案就瞬间出现在脑中。 袁世诚之前因为患有罕见的激无力病症, 一直不敢做剧烈的运动。 自从我到国外专门为他争取到了特效药的代理权, 他终于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也许是对正常生活的渴望, 一旦恢复正常, 他竟然爱上了攀岩这样的极限运动。 我曾经劝过他, 不要过量的运动, 他都嗤之以鼻。 我也没做什么, 只是把每天给他准备的特效药换成了维生素。 如果在平时, 他顶多就是一阵心慌无力。 在攀岩之前, 他一定会检查绳索, 但是我却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借机会跟他吵了一架, 让他尽快发病。 警方以为是攀岩绳出了问题, 他没抓住绳子才会摔死。 他确实没抓住绳子, 却不是因为绳子, 是他突然没力气了。 不知道袁世成死之前, 会不会对自己所做的恶事感到忏悔。 如果他没有这么对我, 事情可能不会发展成这样。 我扔掉手里的药瓶, 希望袁世成下辈子能做个好人。 如今一切都过去了, 我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